18号早上6点多海巡第一三岸巡队三河安检所执行时 发现太马里三河博区有交法想要出海 但疑似海巷不佳被浪给拍打 船上一个人落水了 海巡人员立即上前救援 合理把落水的船员顺利救上岸 所幸没有受伤 从方面中可以看到海巡人员急忙跑向交法 在18日早上6点43分 海巡署东部分数第一三岸巡队三河安检所执行安检勤务时 发现三河博区内有艘交法欲出海 但疑似海巡不佳遭浪拍打 导致船上一人落海 海巡署人员健壮立即携带救生装备跳入海中救援 合理将落水船员顺利救援上岸 所幸无人员受伤 海巡署三河安检所于本日6时43分时 船法曹金号欲出海前往定制渔网作业 不慎遭大浪拍打 导致一名船员落海 安检人员健壮立即下海将船员救上岸 所幸落海船员无大碍 其他船员也均无受伤 再次呼吁近期海上不佳 民众于岸季活动时应注意自身安全 东部分署第一三岸巡队呼吁近期因东北季风影响 海上不佳偶尔有强阵风 民众出海作业或是在岸季周边活动时 应更加注意海上及气候状况 并留意自身安全 若有任何危难或救生案件 民众可以拨打118服务专线 海巡署将立即派员持赴救援 保障民众侵害活动神秘安全 这讲解泰马理想报道